到台湾三度荣获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的知名导演李行 8月19号晚间因为心肺衰竭辞世 想骑受91岁 家属开放灵堂让亲友致意 除了曾经合作过的艺人导演 另外还包含了政界人士 今天下午纷纷到场哀悼 金马明道李行想骑受91岁 从纵横电影圈不少政界人士同样到场未问 参加我们帮他办的这个生日回顾展 那当时我还特别跟他约说 因为他当时的精神状况蛮好的 身体状况也不错 所以我还特别跟他约定说 100岁还要再帮他办 话语中满满不舍 台湾市长卢秀燕特地北上 要送这位电影圈的重量级名道最后一程 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到场致意 三度荣获金马最佳导演奖的李行 毕生致力电影产业 他对电影严谨的精神 让直到小碧的故事名道成坤后 以及导演王小碧等人印象深刻 好几次我看到他在不同的场合 为台湾的电影在努力沟通 我们电影圈之前有这个前辈走在前面 一直带领大家 真的其实是很重要的 学习做人 什么学习做事 看到他一辈子的拯救 包括合作过的资神艺人王满娇 胡锦以及导演林福蒂 杜独之李又宁等人都到场致意 至于这一次会地点 家属也说确定后这几天会尽快公布 要让更多亲朋好友都能好好面怀 这位永远的台湾电影之父 接着邱云林招先台北采访报道